不过更让我们关心的我们来看 好回到产业界的消息 苹果的股价持续的创下新高 创下历史新高了 所以很多人说苹果为什么能够一直涨 是因为iPhone吗 不是 是因为还有一个金矿 而且可能是未来最大商机这个金矿藏在哪里呢 观众朋友来藏在你的耳朵里 耳朵竟然藏金矿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苹果AirPods Pro卖到缺货的背后是 你的耳道是下一个科技新矿 我们先看一下苹果的股价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今年增加了4000亿美元的部分 4000亿什么概念 大家知道摩根大同他是200年 溺死的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 他也只有4000亿 他今年一整年就增加了4000亿 台电够不够大 够大嘛 2500亿 他今年增加的就是台电的1.5倍 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事实上 我个人的解读 当然讲新的产品有一些加持 他既是新矿也是金矿 但是一个很重要叫市场面 大家知道一个现在ETF非常的多 ETF会怎么样 就买全职最大的股票 那美国全职最大的股票是什么 就是Apple 所以Apple在ETF当中 一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这个会推升股价 第二个叫什么 叫主动式基金 中式基金很重要 要比绩效 今天你讲说你5% 我持有5%的Apple的股票 对不起我持有10% 我的绩效就比你好 那当所有的基金 所有的那个分析师 都把苹果股价 调升到300以上的时候 你发现我的绩效不行 你唯一的动作怎么样 抢买嘛 所以你看到没有苹果 你说苹果基本没有 那么大改变吗 没有 我觉得它的市场面 办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你回头去看那时候 讲AI的时候 最重要是什么 NVIDIA 你看NVIDIA股价 那时候就一路往上飙 为什么 就当这个议题很热的时候 你股票比较少的时候 它是所有经纪的那个篮子里 一定要减的那一个 而且重点是你的比例 一定要够高 你没有人家高 你的绩效不够好 我们要看K线才看得出来 所以NVIDIA曾经在AI大热的时候 一路往上飙升 你看它的股价 真的一路往上飙 为什么 那现在是苹果 对 现在是苹果 我觉得这个 因为ETF太弱了 好 所以我们回来看 对对 苹果今年市值标增增加了4000亿美元 涨幅67%是10年来最好 市值增加了4070亿美元 等于是一个摩根大同 等于是1.5个台积电 它的总市值已经来到1.2兆 等于4.5个台积电 所以我们回到新闻面 为什么苹果能够一路的标 刚刚楚董说 因为一篮子里头不能没有苹果 但苹果现在说 他们未来的金矿 不是在你我的手机 不是在苹果iPhone 而是在你我的耳朵里 所以AirPods Pro 卖到缺货 耳道经济是下一个 新矿也是金矿 苹果的硬体 你看手机或者MacBook 都已经差不多了 增加幅度最大是什么 穿戴式的 很重要就是这个AirPods AirPods大家看一下 新出来的部分 在日本的市场 本来市占率是35% 新推出来之后 短短的一周 整个市占率拉到55% 增加20% 那另外看到 你现在要去买 对不起 你要两个礼拜 我们来看 如果你现在去订货 就是在日本 如果你在日本 现在订AirPods Pro 你要到2019年11月27号 到12月4号 你才拿得到货 对 换句话也就是说 至少要两个礼拜 才能拿到货 你就知道它有多热 它的市占率据说呢 来我们回到刚刚那一张 它的市占率已经一举 在日本突破了54% 从原本的35% 一下子要升来到 过半市占率 你就知道它有多厉害 所以我们来谈谈 耳道经济 我们看下一张图 是一张很明显 相当图 它是把所有的 整个市场的 无线蓝牙耳机 你可以看到 红色是整个市场的 你要注意到一点 它的成长率 已经慢慢慢慢降低了 增加的部分是什么 苹果的部分 我们看明年的部分很重要 明年苹果的整个市占率 是72% 72%啊 对 是72% 它的成长率是54% 但是我提到一点 如果你耳机没有变化 你觉得它这个高速成长 会一直存在吗 不会 所以它耳机到底厉害在哪里 所以重点在于 你一定要加强耳机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最重要 大家看一下下一个部分 大家知道10月3号 那个时候 苹果跟美国很重要的 相关的一些机构 申请的一些专利的部分 就在于耳朵这块部分 可以看到 这个耳 手机 这个耳 我们来拆解一下 它申请什么专利 好 来 帮着这个耳机 把它塞进去之后 你看它有些重要的功能 在于第一个 内建很重要的 生物辨识的部分 怎么叫生物辨识 生物辨识不是就指纹了 脸部辨识吗 我觉得很重要 我想一个说 手机是收集你 生活的11柱形的资料 但是你身体的很多资料 对不起 手机没有办法 Apple Watch可能有一部分 但是未来 你如果这个蓝牙耳机 塞在这边的话 你看这边有多少的血管 它可以透过 什么生物辨识的部分 收集你身体相关的一个资讯 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大家知道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对于五六十岁以上的人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心脏的问题 我们心脏的问题 要到医院去什么 到心电图 心电图嘛 如果你有耳机 塞在这边的话 你等于每天都在什么 监控你的心跳的一个变化 所以将来所有我们身体的资讯 我们所有的健康 都是透过我们的耳机 对 过去是透过手表 有一个手表 但是后来发现手表 其实不那么精准 没有办法 对 那重点在于 你把这个资讯 传到云端之后 每一天可以监控 你的心跳的状况 当你的心跳出现异常的时候 它马上就可以通知你 你不需要一个医生 天天帮你看 你也不需要特别去医院去看 天天帮你监控 所以未来重点是生物辨识晶片 它的功能是不是越来越强 如果越来越强 包括你的血氧的含量 包括甚至提到说 你的压力透过皮肤之后 你的到底有多少承受 多少压力 它都可以感受出来 而且据说苹果的AirPods Pro 它可以分辨你的左耳还是右耳 你左耳有不太 左 右耳不太一样 它会自己去调整那个音量 跟它的噪音 对 所以我还特别提到 未来这个所谓的 无线蓝牙耳机里面 生物辨识晶片会越来越多 功能越来越强 我提一个部分 大家知道 你的血糖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它要侦次去测试 未来如果有一个 很好的生物晶片 直接放到耳朵里 可以侦次的话 我刚好一定大卖 所有的糖尿病患者 一定都要什么 都要去买这个 所以它不光是一般人在用 所有你对健康有疑虑的人 你可能都要去买一个 无线蓝牙耳机 塞到耳朵里 监控你所有的健康的资讯 被称为是耳道经济 那个股怎么看呢 我想有两档个股 既然是金矿 一定有投资 有两档个股 一个叫做新浦 一个叫新日新 这两家公司 它有一个共同一个特质 就是它的十月份营收 都创了历史新高 而且连续四个月 营收创历史新高 它的营收 一到十月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 都成长15到16个% 你看它的K线图 再把外资的部分 叫出来看一下 你发觉 外资在过去一段时间 持续在买 你注意到 这是外资的部分 持续在做加码 所以这两档个股 目前本益比还没有太高 一个是提供 新浦是提供电池 第二提供 所谓的转 成轴的部分 新日新的部分 你看没有 外资在这段时间 持续在加码 它的股价非常稳定 本益比没有太高 相对于5G的概念 有些本益比 已经到了25倍 30倍 这个股票 你才发觉 它是慢慢慢慢涨 明天看起来 还是有机会 这次AirPods会热卖 还包挂什么呢 包挂它不会掉 真的 之前太会掉了 你知道 只要现在真的很热门 因为真的 我自己也买一个来用 当然不是AirPods 可是一般的这样 你带上去 像我骑摩托车 我很怕它突然掉下来 你知道吗 那为了这样子的情况 你知道有记者 特别来做一个极限测试 它类似它坐在牛背上面 给大家看一下到底会不会掉 我们的后面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第一代AirPods 牛仔很忙 戴上去的时候 它这样子晃 第一代的话看一下 这是第一代 掉了 第一代真的很会掉 第一代 那小元你手上这是第一代 我手上这是一般的别的 别的 好 所以它现在拿第二代 来给大家看一下 第二代的话 这样子晃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 不太会掉 二代真的还蛮稳的 所以说其实它第一代 跟第二代最大的改良 在它的带稳度的一个 那它就有点这样 这是第二代 它带特殊的 这是第二代的测试 各种特技 这样子晃来甩去 有没有 它刚才已经做特殊的动作 晃来晃去 它还是不会掉 就算这样子跳 也不会掉 所以你知道说AirPods Pro 它真的是超级紧的 可是你知道第一代 有闹过什么样的一个笑话吗 我们在台湾 这个人红到全知界 他不小心有一天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突然 睡一睡 还有带着AirPods睡着了 然后透过像这个网红 它直接把它吃掉 对不对 它把AirPods吃下去 对 它不小心睡着把它吃下去 像这个网红一样 吃下去了 结果怎么办 它睡醒 它发现它的AirPods不见了 找不到 可是AirPods有一个功能 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用手洗澡 它用手机找完 结果它发现 像刚刚在画面听的一样 居然它在肚子里面会叫 因为AirPods你找洗澡功能 它用它的手机找到它的AirPods 被它吃到肚子里了 对在肚子里面会叫 嗶嗶嗶嗶嗶嗶你知道吗 就很好笑 那AirPods要怎么拿出来 你知道最后怎么拿出来吗 它去上一个厕所 然后就 掉出来了 但更妙的是什么 掉在之后就不能用了啦 还是可以用 只不过怎么感觉有个味道 但是还是可以用 你就知道说 它真的是很耐用 但是它真的太会掉了 好 所以现在即便你不小心吃下去 也可以找到你的AirPods 在今天媒体谈到 蘋果未來的秘密武器 將來的手機 可能不是你現在想像的模樣 所以剛剛褚董談到 未來最重要是穿戴裝置 所以我們來看 未來的iPhone會大變形 蘋果新系列產品 傳出未來可能會取代 他自己現在的蘋果手機 對 現在其實你知道嗎 最近的蘋果 所以將來的蘋果手機 會不見了 是吧 現在蘋果就會變成一個樣子 就是你我都很熟悉的樣子 叫做眼鏡 大家不要覺得眼鏡不可能 你知道他們最近在開一個會 在這個賈博士的會堂裡面 集了上千個人 就是要研發這一個蘋果眼鏡 畫面上這個眼鏡 不要以為是憑工想像 所以將來我們就帶眼鏡出門 不用帶手機出門 他這是按照他的一個 外觀的一個專利圖設計出來 然後把它做出來一個 渲染圖給大家看 未來的iPhone 有可能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眼鏡看起來很普通 但是他什麼都有 譬如說前面有AR 後面有麥克風 旁邊有鏡頭 他可以來做什麼樣的應用 我給大家來看一下 你未來你戴這個眼鏡 有什麼應用 他現在戴上去了對不對 可以來做什麼 第一個 你如果東西壞掉了 那你想要修什麼東西 他直接畫面上AR點一下 他就可以教你 哪邊有問題 怎麼來做調整 以前的話 我們拿手機在那邊 Google半天有沒有 不用了 他直接用AR的方式 直接點 包括現在有沒有 醫生在開刀的時候 你打開來看 身體的構造 怎麼樣X光照下來 旁邊有任何的一個障鏡 你的器官 教你怎麼來開刀使用 你不要以為這是不可能 這是未來iPhone 可能就變成一個眼鏡 可以來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甚至於我們來看一個 很大的一個影像 你要做怎麼樣的調整 他現在看一個很大的 一個動畫的一個畫面 他怎麼樣調整 搬來搬去 做什麼樣的動態的一個畫面 甚至於跟別人 直接來做一個溝通 那機機機 AutoBine呢 他把未來的AutoBine 想像把它變大一點 這在火星上面 跟別人來做電話的一個 即時的溝通 透過這個眼鏡 通通都可以把它完成 而且賈伯斯 庫克之前 招了一個特別的會議 在賈伯斯禮堂上面 有一千個人 整個蘋果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未來十年 我們iPhone就要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不要覺得不可能 是十年嗎 十年內 那你不要管他 來這麼久 我還以為我的手機 再用一兩年就不能用了 所以未來有可能 眼鏡會取代手機 沒錯 將來只要帶眼鏡出門 不用帶手機出門 我們剛剛談到 小米傳出捷報 背後的工程是聯發科 而蘋果持續的往上攀高 來到歷史新高 背後的工程是台積電 所以三星說要挑戰 台積電半導體代工 王者的寶座有可能嗎 三星說每一年 他都要花一兆做資本支出 我想台積電一年的資本支出 交你130到140億 事實上這個金額也非常大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整個的市佔率 台積電還佔了50% 第二個就是 韓國的三星18.5 但我稍微提一下 這個大部分是什麼 是QuaCon給他代工的 為什麼代工 三星說我的手機 高階手機用你的晶片 你不管怎麼樣 好歹到我這邊做代工 並不是說代表 它的技術真的非常強 真的是因為商業上的一些的 利益上的一些交換 這最重要的部分 另外我們提一下說 三星未來一段時間 你知道它 技體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發覺 技體的價格不好 所以慢慢開始把重心 放在所謂代工 但是代工跟台積電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到下一張 一看大概一目了然 下一張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台積電和三星 製成的演進 你這樣整個看起來很清楚 現在好像平手 看起來 沒有沒有 不一樣 你看台積電 它是一步一步來 28 20 16 10奈米 7奈米 7奈米的升級版 大家看到三星超捷徑 28奈米你看沒有 直接又跳到14奈米 14奈米又跳到7奈米 大家知道這個奈米級的 那個間序非常細 你中間只要稍微發生一些問題 你可能怎麼樣 良率的問題漏電的問題 所以才會產生2015年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邊稍微提一下 你看在蘋果之前的A7 A7是由三星用28奈米去代工的 一直到台積電的20奈米出來的時候 A8是台積電代工 但是到了A9的時候 對不起 兩家去分這個部分 我們上次有提到所謂的三星們 就是說同樣台積電代工的部分 和三星代工的三星的怎麼樣 功耗 它比較差了20% 20%代表會熱 效能比較差 所以從此之後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 它所有的晶片 從A10 A11 A12 13開始 全部都是由什麼台積電代工 對不起 代表台積電的技術方面 真的是比這個三星來得強 而且特別提一點 這個所有半導體的部分 是慢慢慢慢演進的 不是我今天一下超捷徑 就可以到的 當你要做超捷徑 你的良率 你可能自程上都會有問題 就是它的馬步蹲得不夠 蹲得不夠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的股價 2330台積電的股價 台積電股價還是一樣 今天漲1.33%來到305 好 我們來看K線 最高來到311.5之後 好像衝不太上去 就出現回檔 後續怎麼看 但是它的基本面還是非常好 因為外資基本上都喊到360 我看還有一家喊到400多塊 台積電是不是就像蘋果一樣 我這一籃子 你怎麼可能沒有台積電 如果今天台積電跌 所有大部分股票幾乎都會跌 所以我建議說 你有資金覺得其他股票不敢買 台積電基本上還是可以買 可是現在不會太高嗎 這要看 如果你真的想投資的話 台積電是可以選擇之一 但我個人覺得 就像剛剛講的稍高了一點 不妨可以稍微等一下 重點是什麼 外資的買超 首選一定是台積電 一旦美國股市開始回檔修正 我覺得買超金額會減少的時候 台積電要往上衝會有一點難度 因為它實在是太大了 好 外資在今天 開始出現調節了 解碼2390張 緊接到您來關心的是 國具大手筆再度收購 美商 這家公司叫基美 美商基美國具花了18億美金收購 而且是溢價26%收購 為什麼要收購這家公司 這個併購王國具的 又再度出手 再度出手 它去年併購了7中 那今年第一個是基美 那為什麼買這個基美 第一個它大幅的溢價 溢價之後 基美這個盤後股價就暴漲了14% 這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 它是全球彈指多層淘瓷電容器的霸主 全球市佔力超過了50% 當然智慧型手機 銀端它都有 但是這一家公司基美 它的專長是在車用的部分 這表示國具要拼車用這一塊 對 而且現在都有5G 基美在5G布局也很多 這家公司一共有1600多項的 商標跟專利 不過我們也看一下 看這個基美的股價 2016在美國股市 股價只有一塊多 我們可以看時間長一點 但後來過去幾年的話 不就是這個 我們說被動銀件景氣大 它曾經漲到了差不多29塊 漲了二十幾倍 所以一般認為說 它花了18億美金 台幣540億 而且溢價去買 而且都是現金 540億 再創台灣電子業併購的一個天價 但是為什麼 我們說陳泰銘要買基美 我們可以看這一張圖 當然國際已經做到了全台灣 甚至亞洲的前幾大 但是我們看一下 被動銀件裡面利潤最高的就是MLCC 去年那個漲價 每一季都在飆漲 全世界第一名是日本的春田 大概全球的市佔率29% 第二名是南韓的三星電機 23% 現在國際跟太陽 幼電都並列13%是第三 但是有沒有看到 那個基美金美 不是就2% 現在國際這2%拿起來以後 穩坐第三 所以被動元件MLCC 加上國際其他的電阻 其他的領域就上來 蔡總那股價我們回來看股價 因為國際因為這個消息暫停交易 但總是要開盤 溢價26%買了這家公司之後 能夠讓他穩坐老三 股價應該解讀利多還是利空 是買貴人呢還是買得好啊 因為重點是我們可以看 日本的春田的股價 今年漲50% 但是春田它不是只有被動元件 你看這樣擠下去 因為它很多是做蘋果的天線 所以它今年春田可能漲不是被動元件 是因為蘋果供應鏈 再看一個中國一個叫風華高科 是中國最大的被動元件 那它的股價你就發現 很弱 今年就不太漲了 大概我看今年不到漲不到1 2% 所以國際的股價應該比較像風華高科 比較像風華高科 對 國際今年以來到目前 因為去年不要太兇 國際今年以來到目前股票還是負報酬 跌10% 所以這個消息之後 我覺得國際有短線衝上 也許會挑戰300 但是我們講一個國際的盲點 因為MLC所有的被動元件 現在還在跌價 雖然跌虎有收斂 你看去年最高是1310塊 去年它的EPS是賺了八個資本的80塊 所以1310塊本益比只有16倍 那今年我們估它會賺到EPS18塊 所以300塊的話 本益比也剛好是16倍 換句話說 因為重點是在EPS 你假如EPS并購了以後 去年明年是20塊 30塊 那股價就會上去 假如并了以後 短期還沒有看到效果 那恐怕明天即時漲 恐怕股價還是會被壓抑 因為它的本益比 已經來到了去年的高點的本益比 陳泰銘用現金併購公司 不是新聞 用現金買房也不是新聞 它什麼的現金買是有夠好處這樣 是啊 陳泰銘投資除了 被動元件以外就是豪宅 另外的話就是一般的一些 藝術品 我們來講一下它的文化院 好 那文化院 其實它在文化院有六戶 它是逢低進場 也就是說大家都不敢買豪宅的時候 它竟然一年裡面就買了四戶 那買四戶買了以後 它在前幾年的時候 它曾經把買了一戶賣掉 它賣多少 它買的是5.2億 5.2億是跟誰買 跟那個榮原建設的董事長買的 平均一瓶才多少 176萬 176萬在目前所有我們看到 現在實價登陸裡面 它是買到最低一點 那幾乎在過去買文化院的 都是200多萬 每瓶200多萬 180幾萬 所以其實它文化院裡面買的 幾乎都賺錢 畫面上就是陳泰銘 豪宅好像在收藏什麼文物 所以他買了好多公共文化院 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就買了六戶 六戶 對 六戶 那買到最近就是2016年的 七戶 我們曉原說還有一戶七戶 一戶是他自己買的 自己買的 對 所以他收藏豪宅 也收藏藝術品 對 那藝術品來講 大家在台北市的一個藝術界 大家最津津樂道的是 他買藏玉的畫 那藏玉它是鋁畫的一個畫家 就鋁居畫國畫家 藏玉叫做羅女圖 它最有名的叫做羅女圖 那藏玉他是1901年他出生在四川 1921年到這個巴黎去學畫 1930年他人生他遇到非常困沌潦潦倒 1966年的時候他在巴黎 他不慎因為瓦斯的關係 他客死異鄉 這代表他買了藏玉的話 是用380萬買進以後 買進以後他開始曠了幾年以後 佳士德開始要拍賣 他就把這個畫交給佳士德去拍賣 結果因為藏玉的話 第一次上佳士德幫他做專刊 然後廣告以後 380萬用多少 用8千...3千3百萬賣掉了 3千3百萬 十倍啊 對 將近有十倍賣掉了 所以這就是他在炒畫的過程裡面 跟他買豪宅一樣 就是說逢低滿進 逢低滿 加油 peso 男性 的 修砲 有 呢 事 ardo 什麼 員 ! 或是 ?